土壤液化前市統一公布 光是社子島這邊 總面積就超過八成以上 是重度液化區 歷經六代 從小生長在這片土地 70歲居民呂宜青 擔心的是早期倒彩殺死的後果 居民的擔憂 還包括北市府 計畫在這塊重度液化區 建造人工壺 無奈寫在臉上 自我查詢 包括101商業鬧區 紅色色塊四處蔓延 光是中高度潛市區 就超過26% 假設地震發生 老舊建物容易發生傾斜 道路和地底下 專家更擔心 地上建物 現今技術都能做到最佳防範 民國88年12月29日之後 設計的建物 地下室三層以上 裝基礎 發飾或扳基礎 樓高不高於三樓等等 損壞可能性都相當低 大家新聞消失節 李明華 特別報導 文字幕志全員 浮洋 麻煩